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我覺得印太經濟機架構一定失敗 一定失敗 百分之百失敗 怎麼說 你現在有RCEP 有CPTPP 請問你提供什麼誘因 我參加這個有什麼好處 這些參加印太戰略會員國 基本上都在這兩個 這兩個經濟架構裡面 然後你唯一最重要的議題 你不談叫關稅 你美國不開放市場 我參加這個幹嘛 那你開放給美國 怎麼可能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怎麼可能 美國才不是要進入你的市場 美國是希望你不要賣中國 那我參加你這個東西 然後不能做某種生意 那對我來講有什麼好處 所以韓國已經公開講了 三星跟 LOG就說他們不會參加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個會有什麼東西了 那反正Kirk Campbell 你去想一想 一個政府已經快要到期中選舉了 才提出他的亞洲經濟架構 是 表示他根本沒有idea嘛 這個叫硬掰的嘛 不然Kirk Campbell為什麼會沒有內容 拜登你執政那麼久了 都已經快集中選舉了 而且年底你就快輸了 那你搞這個誰會理你啊 所以我認為不要期待太高啦 而且印度對印度來講 他也沒有什麼好圍堵中國的 因為他有沒有高科技產品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什麼角色啦 然後 東南亞國家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國家有興趣的 那請問還有幾個國家 日本 澳大利亞 五眼聯盟的老夥伴 那就只有這兩個國家 你構成多邊架構啊 那台灣 那趕快把台灣加進來呢 那因為 我不知道他怎麼想啦 因為這個如果有安全的性質 那基本上一定要用外交做前提啦 對 所以你必須是盟幫 盟幫 或者是邦交國啦 對 不然 你怎麼弄呢對不對 所以 我基本對這個東西 我是非常不樂觀啦 所以我覺得 看看就好了 看看就好了 那拜登現在把這個穆迪拉來 這個 讓哥覺得穆迪 他不是拉來啊 他是到處 因為他只有48個國家加入制裁嘛 連越南都不參加 是 越南事實上也是抗中的要角 你不要忘了 抗中的要角 事實上有好幾個國家都沒有參加 就是拜登的制裁 印度 越南 越南啊 這非常明顯的兩個國家 印尼也沒有參加 印尼也沒有 是啊 那 那個南海深索國有幾個國家 那個菲律賓也沒有啊 對不對 而且美飛距離之後杜特地又改口了 又說他跟大陸當好朋友 跟習近平又通話了 沒有菲律賓沒有參加制裁啦 這個 東南亞國家只有新加坡參加啦 其他都沒有參加嘛 他們東協也只有新加坡去而已啊 是啊 所以 去白宮啊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他頂多就是在拉 這個48個制裁國 然後希望拉一些國家拉的更多 表示我沒有離很遠 因為事實上印度啊 你去看他實際上進口俄羅斯的石油 即使到1600萬桶 也是最少的 對 歐洲幾乎每個國家都贏他嘛 對 因為印度他本來 從俄羅斯進口的人員就只佔他的總人員的2% 差不多 1%到2%而已 是嘛 很低 是嘛 非常低 是嘛 所以你拜登是在鬼叫什麼 你怎麼不去殺殺歐洲國家啊 你點名我幹什麼 莫名其妙嘛 嗯 而且北約東擴跟亞洲有什麼關係啊 對啊 是嘛 所以 所以你去想 第一個他不是歐洲的當事國 嗯 第二個是 我進口的這麼少 嗯 進口更多的那麼多在歐洲 你怎麼不一個一個去點名啊 嘴巴說制裁 私下拼命用 你怎麼不去制裁法國呢 嗯 馬克宏現在在選舉啊 對啊 對不對 你怎麼不去 差距還這麼小 對啊 所以我說 你不趁他 虛的時候對他施壓嗎 嗯 你對我施壓有什麼用 所以我不認為賣 莫迪本來就是他已經 我跟你講他去年整年才進口1600萬桶 那他現在已經買足了1600萬 去年1500 所以我跟你講啊 這個 我認為 反正只要談制裁的 都是在演戲 所有的人都在演戲 你也不要以為德國是完真的 我跟你同一個說 我2024 俄羅斯的天然氣我會降到零 等俄乌戰爭一結束 你看他怎麼改 聽說現在德國的什麼第一接收戰 第二接收戰要接收LNG 都沒動工 現在動工趕快動工 是啊 那至少要兩年才蓋好 至少啊 是嘛 所以我說這個都是 我跟你講就是 因為要避免被你這種英語媒體霸權 每天罵嘛 做點動作啦 是啊 那等俄乌戰爭一結束 這裡就沒有新聞啊 大家就繼續買了 美國的媒體會整天去盯 歐洲有沒有進口俄羅斯天然氣嗎 不會 怎麼可能嘛 所以我跟你講 三個月之後就沒有新聞了啦 大家還是繼續用 畢國2025廢核家園 也沒有辦法執行啊 毛美花都自己說沒辦法啦 是嘛 那德國為什麼要 一定會執行呢 他現在這個完全就是文宣戰而已嘛 你還把它當真 還這樣認真在討論 這根本不需要討論啦 我跟你講啊 比如說 波瑞強森為什麼要去基輔 因為他快被倒閣了啊 他民調只有27耶 20幾% 對 反對他的人有63耶 你要不要跑一下基輔 是不是因為之前那個 跟他之前那個防疫那個也有關係 很多啦 非常多啦 亂七八糟啦 他這麼亂七八糟 大家現在去了一下烏克蘭回來 發動倒閣了 我就說你是親俄羅斯啊 對 所以根本就是就自己嘛 所以我說 我說討論這些問題 真的你要看實的部分 不要看虛的部分 因為你要知道英語媒體都是 美國跟英國在控制嘛 對 他現在 只要親俄羅斯的沒有太抵制的 就一個一個罵嘛 那我幹嘛在這個時候讓你罵 所以每個人都在那邊裝啊 裝一下演一下 德國肖子也裝一下 馬克宏也裝一下 因為馬克宏4月24號還有第二輪投票 但是你怎麼看他的第二輪啊 沒有第二輪因為 安了嗎還是穩嗎 很難講啊 因為也要看那個 勒芬 因為我跟你講啊 馬克宏就是從現在到4月24號啊 如果俄烏又開打 烏冬大決戰 然後美國又打出一些 新的制裁啦 那法國的通膨就繼續往上升了 你就完了 所以他很難表態啦 對他現在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因為他只贏一點點嘛 4%多 只贏一點點嘛 那你第二輪就是要到51%才當選嘛 對 對不對 所以他也很難有作為啦 我說實在啦 24號嘛 兩個禮拜嘛 對啊 24號嘛 那這個禮拜五六搞不好烏冬就開打了 因為一般預期 其實今天已經打了 那個還不算大規模啦 就是基本上人家就預期就從基輔撤出之後 大概7到10天就要開打了 那差不多 這個禮拜差不多了 所以跟玻璃江神也沒有關係啦 你不要把他扯在一起 玻璃江神這個完全沒有作用啦 他是救自己啦 救自己啦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你最好看10的那一面 我了解 比如說肖茲在幹嘛 馬克宏在幹嘛 他們都在救自己啦 波瑞江神在救自己啦 就是要避免被英語媒體一天到晚罵嘛 這個就太 這個就是 對啦 太赤裸裸的 所以我就講了一些有的沒的 都不是今年實施啦 那實際上的行為通通都作弊嘛 比如說他就說 俄羅斯混合油啦 49%那就不算了 現在不是就傳出這個新聞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俄羅斯油占49% 那其他各國的油占51% 那這個就不算俄羅斯油 這個就典型的作弊嘛 不過剛剛這新聞這新聞太好笑 我跟你保證 歐洲各國一路都作弊啦 那就是作弊 混過這個俄烏戰爭的文宣期啦 那只要俄烏戰爭 漸漸漸有在塵埃落地 慢慢這個衝突變少了 那制裁的壓力變小了 我繼續買繼續藥 大家就忘了 當然就是這樣 一定忘了 我跟你講為什麼一定忘了 你去想一想德國的 它的經濟主體是製造業 對 製造業之所以有出口競爭力 就是因為能源成本很低嘛 是 沒錯 那俄羅斯的管線天然氣的價格 是美國L&E的五分之一 哇靠 那你如果不從俄羅斯進口管線天然氣 貴八成的價格 你出口還有競爭力嗎 不行不行 開玩笑 開玩笑 對不對 我跟你講中小企業倒一片 而且你還要先花錢去把123 接收站接收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也是兩年以後的事 對嘛 那我的意思說 你如果這個時候就斷了 那中小企業的人員成本 力哥飆升嘛 大飆 那還有東歐呢 東歐都是它的供應鏈啊 那他們受得了這種人員價格嗎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光是這樣你就知道不可能做到嘛 所以大家都來作弊嘛 互相騙嘛 就拜登知不知道他在作弊 不然蓬勃今天登的那個混合油嘛 拜登怎麼不去罵 因為大家都在作弊嘛 就拜登還能很兇 但是下面的人要作弊 他也沒辦法 那蘆布飆升你怎麼不去抓 對啊 你認為華爾街 誰在買啊 華爾街沒有草底嗎 當然有 那華爾街你怎麼不去抓 來抓莫迪 因為莫迪買1600萬桶 太明顯了 大家都看到了 你算一下歐洲買多少 可是莫迪說 我 我只有買1%一點多耶 對啊 我的趴數那麼少 人家趴數多少 是啊 那我只是利用價格比較小 把我去年的那1點多趴買足了嘛 對 我又沒有說我要再買 對啊 所以賓客講得沒錯啊 他就暫停一下嘛 你罵我幹嘛 我就是這樣嘛 大家都在作弊嘛 就大家都來玩嘛 你要玩輿論 那我給你一個面子啦 事實上我已經買完了 等下你又不注意我就再買 就是這樣嘛 那華爾街也趁機在買盧布草底啊 當然 那絕對是華爾街 不然怎麼可能會葬成這樣 一定是華爾街在搞的啊 對不對 因為 如果歐洲各國都進場大買 那個新聞一定早就出來了 當然 因為很難看嘛 當然 就是美國買新聞就不會出來嘛 本來就是嘛 對啊就是這樣啊 搞不好英國也在買 這兩個我買就不會出來 對不對 因為它在外面嘛 它沒有用俄羅斯的天然氣嘛 對不對 所以搞不好 搞不好日本也在買 中國大陸也在買 搞不好都有在買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這種事情就是 反正它要吵這種假議題 那就讓它吵嘛 有很多議題都是假的啦 對 就好像台灣選舉就要扯統獨一樣 那都是假的議題嘛 我們要揭穿假議題 對 那真正的議題是什麼 真正的議題你要不要出兵嘛 對 你要不要提供給我 還是在這裡 有用的武器嘛 攻擊性的武器 要不要給我坦克啦 戰鬥機啦 而且是有效的嘛 對 比如說 給S300那個就有用嘛 可是它給它舊型的 只有190公里 你為什麼不給我V啊 300也有V型的有400公里 那你為什麼給我190公里 這樣你打不到啊 我們說坦克嘛 坦克給我1967年 1967年 T72開展 是嘛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才是10的東西嘛 因為烏冬即將大戰嘛 嗯 那誰給武器 我覺得 玻璃強森至少有個部分是 阿薩里啦 他給它1英鎊 對 那就化為什麼星光導彈嘛 什麼37億嘛 裝甲車120輛嘛對不對 不過那個裝甲車也不是坦克 沒有沒有裝甲車是比較耐打 對啦 但是也沒辦法打人啊 普通的啦 那這個時候給他反艦 我也不知道他要幹嘛啦 奧德塞又沒有要開打 所以你給他反艦 那不要瞄哪裡 不是說要瞄哪裡 這個 反正就看看就好啦 反正 我認為 烏克蘭真的就會因為 沒有拿到有效的武器啦 那接下來那個戰爭真的很難打 會很難看 其實這個亮哥講的 這個 太精辟了 今天那個馬力烏波爾的那個陸戰隊的指揮官 寫絕命書 烏克蘭 要訣別人 他知道大概差不多 活不下去了 因為那個煉鋼場 他們出不去嘛 對啊 他被圍起來嘛 對 然後他今天就透過臉書 把絕命書寫出去了 當然他是海軍陸戰隊的 他事實上 嚴格講不是亞素營 他是海軍陸戰隊 他就是官方的啦 可是出不去 所以俄羅斯 對俄羅斯現在是不讓你出來 你要出來 我都不讓你出來 要把那煉鋼場整個轟掉 對全部炸掉 裡面是誰我都不管 我覺得要把你轟掉 那個煉鋼場的規模是非常大的 對啊 對 所以 你看那個空拍圖好大一塊 非常非常大 超大一塊 是啊 所以 所以接下來的場況 大概可以預期的到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呢 整個的霧化器裡面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呢 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 謝謝大家